這兩天呢又調完了三支影片的顏色 那我自己是覺得調色還蠻好玩的啦 但是剛好這三支影片就是有點趕時間 所以沒有辦法非常深入去調整 像是這種時間很緊的影片調色呢 當然就沒有辦法從頭到尾自己來調色 這樣子會花太多太多時間 那我自己是喜歡加上一個叫做 Dehenser Pro的一個底片模擬插件 那這個底片模擬插件非常非常的厲害 它是用真實底片掃描 然後來還原每一個感光元件的顏色 然後轉換到底片的顏色 這跟LUT那完全是不一樣的東西 這是非常非常準確精確 然後耗時間耗成本的 所以這個是要付費的 那你當然有免費版本就是給你試用看看 我自己是覺得還蠻好用的 而且你可以用一輩子 你那些過期啊 或者是你根本買不到的底片 你還是可以用 而且是一直用一直用 超瞎 那使用這個底片模擬插件 我覺得效率就會高非常非常多 你只要把你曝光啊 你的對比 你的色溫 你的飽和度 快速的調整成全部一樣 你就可以快速把這個底片模擬插件 就開始慢慢挑選你想要的顏色 因為你就沒有時間去慢慢的調整說 你每一個顏色的色相跟飽和度去把它調整成你想要的樣子 那這個底片模擬插件就可以快速的 有點像是超多的顏色讓你選擇 因為你每一支影片的風格呈現的效果不一樣 所以你需要有不同的顏色 這個底片模擬插件就有很多很多選擇可以讓你挑啦 就很快就給它套用上去你就會有漂亮的顏色啦 當然這個底片模擬插件不是單純的只是挑選你喜歡的顏色而已 你可以再深入調整 像是可能有一個底片顏色他覺得 綠色好像有點太顯眼 你還是可以去把它調整 就非常自由啊 他有點像是一個快速達到你的目標的捷徑 我自己是覺得還不錯啊 就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也可以下載試用版玩玩看 或者是你可以看看我之前拍的有一個分享影片 就講的比較詳細這個底片模擬插件 Dihanser Pro的部分 我會放在上方或下方連結 有興趣就去看一下吧 我們偷偷給大家看一點調色片段